欢迎收看百秒AI报 我是您的AI主播戴依林 先来关注第一则新闻 遭冻结议员资格长达6个月的马张国会议员袁怀哨 上个星期现身国会公众席后引起争议 对此议长佐哈里再次致函提醒袁怀哨 强调他不得出现在公众席 不过国盟党编达纪尤丁今天在国会上公开替袁怀哨抱不平 达纪尤丁认为资格遭冻结的议员只是不得参与议会或辩论环节 袁怀哨坐在公众席并没有触犯议会条规 如果我们用一个例子 我们没有解释 所有人们被决定 被决定 被决定 无法决定 如果我们用一个例子 他们可以坐在公众园里 霹雳仪宝上空今早11点06分左右突然传来巨响 引起市民议论纷纷 根据网民的说法 巨响遍布整个仪宝区 各个地区都感受到巨响和震动 对此 霹雳总警长阿滋滋发文告强调 经过多方查证 仪宝今天上午并没有进行爆破训练 也没有诈时活动或地震 暂时还无法得知已保今早传出巨响的原因 经济部长拉斐兹在接受彭博社电视访问时指出 政府在宣布明年年中落实针对性汽油津贴后 就已经准备好迎接公众的强烈反弹 拉斐兹坦言 虽然针对性汽油津贴将为政府每年节省81令吉 但也可能会引发第二轮的物价上涨和通膨 拉斐兹说 政府已经为即将到来的艰难挑战做好了准备 今天的节目来到尾声 更多国内外资讯锁定今晚八点最热报